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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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說既然獎者們都覺得可以突破框架 我們是歷史代碼 所以呢開場我也沒有打算要介紹大家 我就是會請大家介紹彼此 這一場就是走一個非常突破線框的路線 我們要先請唐鳳鎮偉來介紹下一位 綠藤生姬的創辦人Harris Harris會介紹安婷 安婷會介紹鎮偉 可以叫我Audrey就好 鎮偉有九個人 好的 好的 OK 那我就用三個關鍵字來介紹Harris Harris大家知道是綠藤生姬 那綠藤生姬其實有三個品牌關鍵字 那就是reduce,replace,reimagine 那reduce呢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他把歷史代的這個年齡的門檻呢 進一步的下降了 剛剛有聽到22歲 我看在場有很多朋友不到22歲了 那綠藤生姬的特色就是說 會有很多實習的朋友 其實很多都不到22歲 18、19、20、21歲嘛 那也就是讓大家還在大學 就是如果你不像我 你有去念個大學的話 那即使你還在大學求學 你也可以去投入這種社會創新的工作 所以讓大家能夠及早接觸impact 我覺得這是reduce年齡門檻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呢當然就是replace replace就是把人放到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呢在整個實習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說你本來到行銷部門 不知道為什麼你就跑去HR去了 你怎麼會知道 對對對 然後你在HR一陣子 你又跑到R&D去了 那也就是說他們這個replacement 是非常徹底的 就是你會在實習的過程裡面 因為莫名其妙你覺得你只是來當工讀生 結果你就變成管理職了 這個就是reimagine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如果就是18歲到21歲 有來到綠藤生機實習 你22歲之後你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機率 就呃就呆著不走了 就變成Fortime 而且呢這個Fortime呢不是慢慢往上爬 而是一下就變成管理職 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認為說應該要讓歷世代 來領導我們這些年紀比較大的長輩啦 對不對 那所以這是他的三個關鍵字 就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Odry 作為一個就是很厲害的開場 那我們接下來要請綠藤生機的共同創辦人Harris 來介紹你旁邊的這一位 TFT的安婷 好 現在很緊張 好 那我想一下那個 因為安婷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然後我想從我個人完全個人的一個視角 來提三個關鍵字 第一個關鍵字叫真愛 就是我認識的那麼多人之中 提到愛的頻率又高 然後他講的時候你不會討厭的 安婷絕對是第一人 就是你可以從他平常提到的各種東西裡面去發 去感受到他有一些很深的一個信仰 然後他相信了一些事情 然後他希望可以對別人好 無論是他的夥伴 無論是學生 無論是這個世界 你會真正的感受到這一份真愛 那第二個字呢其實是真實 就是安婷在我們台灣的這個社會 好像已經有點偶像包袱了 就是說大家會對他有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期待 可是當你當面就是認識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對 你就可以有這麼高的期待 他其實是非常真實的一個人 他其實很直接 而且他其實 他不是大家可能會覺得就是說 可能會有一點虛假 或是太高高在上的那種感覺 你會感受到他其實非常direct 我覺得這是一個 沒認識他之前其實有一點難想像 然後第三個叫做真領導 就是綠藤最近有一個十年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特別是中間過程中也有找 就是桑尼亞然後安婷來討論一些題目 然後安婷在討論的時候 我超級超級緊張 就是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我們現場有三個綠藤的同事 我真的很怕他們等一下安婷講完就會丟履地 那我們怎麼辦 然後就是 然後因為你聽他分享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很有趣的一種感覺 就是說 像譬如說我覺得 Sony的話 我會覺得我們應該可以一起共識 對 可是我願意 我們應該可以 可以可以 我弄性很高 可以吧 對 安婷的話 我們願意為他工作 就是 那是一種就是 就是 你會 就是說我覺得在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剛剛其實像 Jacqueline有提到就是說 Leadership這個 我覺得在台灣大家很常把 Management跟Leadership 有一點點的 confuse在一起 那 就變我們在領導 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擁有Leadership 那我會覺得在台灣其實真的很高興有安婷的存在 以上 就是真愛 真實真領導 好 太好了 真的是完全超乎我想像的這個自戒的環節 那我們最後 我要請安婷來介紹Audrey 對 妳把我放在最後應該是報復我 就是提出這個 不是 不是 是剛好 讓妳的主持有夠困難 不是 對 我先說我真的對Sony有點pain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是鄰居 然後我們都另外共同身分是新手媽媽 然後我們兩個都睡眠非常不足 所以我就在某個我們睡眠不足的清晨之類的 就有一個睡眠不足才會有的想法 說不如我們就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個睡眠不足的鄰居媽媽 就這樣接受我的想法 所以 所以我先謝謝妳 不好意思讓妳主持很困難 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那要介紹Audrey 應該真的是在場最困難的任務之一 因為要講就是誰 大家已經最有印象最認識的 應該台上應該是Audrey 沒有問題 但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其實更難介紹 因為我其實可以朗讀很多網路上 大家查到的東西 但就沒有辦法符合我們今天突破框架的基本設定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弄的壓力很大 一開始剛剛後面在喬的時候 然後我問因為像綠藤有三關鍵字 那我就問Audrey說 你有什麼三關鍵字 她說一定要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台灣防疫的三個F 就是Fast、Fair跟Fun 那大家說我們台灣的防疫做的有沒有Fast、Fair跟Fun 有 所以因為我辭窮所以幫她拍拍手好不好 我們今天可以在這邊辦論壇 這是真心的 今天可以在這邊 就像Sani一開始說 我今天可以在這邊辦論壇 是其中一個我覺得Audrey 可以為台灣透過它的專業 還有很多串聯的能力 所做到一個我們都非常有感受 今天在現場尤其是的一個成果 但是這個就是官方版本 我剛剛後來在台下說其實 睡眠不足的人 真的會有不一樣的一些奇怪的聯想 我們都要想三個關鍵字的時候 我想到其實是三個人物 三個虛擬人物 一個是阿甘正傳的阿甘 然後一個是魔戒的Frodo 然後一個是灌籃高手的櫻木花道 有人看過灌籃高手的 不小心透露自己的年紀 現在還認識過來高手 好 這三個人對我來說都有一些共同點 第一共同點是他們都是發光的人 可是他們的發光並不是因為 傳統上他們就是好像那一個 好像最吸引美光燈 然後好像傳統上大家覺得 最符合某種一百分期待的那種人物 這三個人原本甚至有很多人 不僅不覺得他們是傳統裡面的焦點 他還覺得他有點奇怪 或者說有些人會用不一樣的 甚至是負面的方式來詮釋他的獨特 但是這三個人都在這些狀況之下 某種程度還是相信他所相信的事情 而且相信他還沒看見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看得見事情就不用相信 看不見的東西才需要相信 尤其是自己的獨特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可以真的從裡面而外的相信的話就會發光 就跟那三個人物一樣 然後也跟我們的Audrey一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點他是發光的 然後第二個點是我覺得他們在相信的事情 都不是只有包含他們自己 其實我剛本來貪心的還想加第四個人 是海賊王的魯夫 就是如果這樣累積起來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嘗試去看見 我在講的幾個人物裡面的一些共同點 這些人相信的事情 其實裡面都有一種純粹 這種純粹裡面是為了一個更好的價值 而不是只是為了自己 好像要benefit自己 所以剛剛執行長說有那個利他性 或是那個純粹性 我在Audrey身上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最後一個我覺得就是那一個真實跟單純 可能跟J.Harris講我的一樣 因為這幾個人都是給人家感覺沒有面具的人 他是真實的 不管你看到他的時候 他是已經吸引了很多眉光燈還是沒有 是他台下的時候還台上的時候 他是一致的人 他是真實的人 然後我覺得那個跟我碰過的Audrey也是一樣 所以就用這三個人物來介紹我眼中的Audrey 這樣子 可以齁? 可以可以非常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安排真的太棒了 就是讓我跳過了 主持人負擔最小的 主持人負擔非常小 那其實我跟三位都認識非常久了 真的是有些到十年之久 然後我們一直都是在做一些比較創新的事情 但是又希望能夠這件事情是有一些社會影響力上的 這個真的是好夥伴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就是非常的幸運 就是今天有這個場合 可以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其實我還是有準備了一些問題 雖然我看到那個slider 我已經沒辦法就是單頁看完了 就是問題實在太多了 但有一些是我也有準備的 所以前面呢 我其實還是想要請三位 就是雖然會依序啦 不過我想大家可以交叉補充 就是還是想要請三位 就是在簡短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你過去的學經歷也好 或者是你過去的生活經歷也好 工作經歷也好 怎麼樣形塑了你 也許是價值觀 也許是各式各樣的這些選擇 讓你走到今天的這一步 就是作為比如說可能在公共參與啊 在企業經營啊 跟在社會的這個參與上面的這個 所謂歷世代的代表 所以想要請三位就是 先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如何 我今天如何形成今天的我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請 對啊 我們反正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好 對 不然還要猜拳 OK 對 我其實對我人生改變最大的一個片刻 就是我在十四歲的時候 當時我是北深國中二年級的學生 那我才剛做完中小學科展 那拿到了當然就是全國英文科學組第一名 而且保送高中的資格嘛 那但是當時呢 我就想盡辦法去把我線上 我在做科展的時候 透過一個叫ARXIV Archive 現在還在喔 康奈爾大學的一個網站 跟這些研究者書信往來的E-mail印出來 為什麼要印出來呢 因為我要拿給我當時的校長 就是杜惠平校長看 為什麼拿給他看呢 因為我想要讓他告訴我說 我可以不用再去學校上課 國三我就一天都沒有去學校啊 除了斷考跑去交白卷 然後就回家之外 那但是為什麼要這樣 是因為當時有一個叫強迫入學條例嘛 我如果不每天去學校的話 我們家每天都會被罰錢喔 所以為了不要每天被罰錢的關係 我就準備了一整套說詞 想要說服我的校長 但我的校長呢 他非常的開明 他看了我的E-mail printout之後 他就完全放棄掉他本來那種 好像一定要念到博士 博士後才能做研究的成見 他發現說我已經在做研究工作 因為隔著網路沒有人知道我才14歲 所以他後來想了一分鐘 他就說好 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上學了 那我會幫你 教育局那邊我會幫你處理喔 所謂處理就是偽造文書的意思喔 這個有直播是可以講的嗎 對 因為追溯期已經過了喔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在腦裡就種下一顆種子 好像芽菜的種子一樣喔 就是說常任文官 公務員啊 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人 那這個感覺就現在跟著我到了現在啊 了解 好 非常厲害的這個小故事 那我們接下來請Harris 大概在14歲的兩倍的年紀的時候 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在外商金融業工作 然後其實工作的過程之中 其實會有開始產生一些自我懷疑 就是說欸 我快30歲了 然後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真的我想做的事情嗎 然後我好像這個公司沒有我不會怎麼樣啊 這個世界沒有我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然後我就在這時候我就發現有一個人 其實他過得很開心 那個人是我母親 就是我母親是橘子宮坊的創辦人 也是竹夫聯盟就是基金會的一個創辦人 對 那他其實在那時候我的年薪比較高 可是他對於他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非常非常的認同 然後他一直很信仰一件事情就是說 假設可以把他的專業 再讓別人過得更好 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事 然後我那時候就真的覺得就說 欸 對 那就是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畢竟我也留著他的協議 所以我那就是慫恿另外兩個大學的同班同學 就是說我們一起去要不要考慮一下去創業 然後創一個東西是 我們賣的東西是我們自己會感到驕傲 就是說我自己會想用 然後可以解決我自己的問題 然後這個世界可能會因為這個產品 取代了原本的產品然後變得更好 所以這就是綠藤的一個非常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個開始 我們就是從芽菜開始 然後到非常自力就是把 像大家可能知道的清潔保養品做得更好 然後回過頭來一件事情 就會覺得當初的自己沒有想得很清楚 可是非常開心有這個 當初的那一個28歲的自己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請安婷 我如果可以貪心講兩個moment的話 一個是接近14歲 一個比較接近後面 一個差不多14歲就是國中的時候 因為一個機會 所以我開始就是在課後去當志工 去當中措生的家教 其實因為我爸爸媽媽的工作 他們接觸到這一塊 那這些中措生其實跟我年紀都差不多 那時候給我的衝擊非常大 因為雖然我們家只是個中產階級 不是大富大貴 可是我可能就是讀的學校都是 還不錯的功利學校 都是一種泡泡 其實我平常碰不到這個泡泡以外的 很多跟我同齡的孩子 還有社會真實的現況 那我看著這些眼前的中措生 還有在這個之後 大學的時候也是一樣去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監獄裡面的青年犯 教了三年的書 他們也是年紀跟我一樣 可是在這兩個情境裡面 我是老師他們是學生 那個衝擊是很大的 因為我開始問我自己說 在那個之前 我是一個人生努力論的信奉者 因為我覺得我成績很好 是因為我比別人努力讀書 我比別人會讀書 所以我今天可以透過成績得到這些東西 可是我看見他們的時候 我發現努力或許只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因子 我跟他們最大的差別只是 我中了某種人生的樂透 不一定是家財萬貫的樂透 而是說我有機會受這些教育 我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資源 我有機會碰到愛我的爸媽跟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讓我衝擊很大 所以我TFT還有我自己最喜歡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拿幸運做什麼 因為幸運就是一種人生樂透的概念 不是你努力得來的 那你如果中了一些人生的樂透 在不同面向上 那你拿那個樂透做什麼 那就像連家醫師說的 我最近這幾年跟他互動比較深 我很喜歡他說好命的孩子要多做一些 這樣好命才有意思 所以那個是第一個衝擊 然後如果可以連家第二個 moment 是後來因為這樣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就是對於非營利的實習或職 就很感興趣 所以我去了很多的實習 那時候我自己認為在瑞士的日內瓦 因為所有的最大的國際組織的總部 非營利組織總幾乎都在那個地方 或至少會去那個地方 所以我非常興奮的在我21歲的時候 拿到日內瓦聯合國下面一個資助的單位的一個實習 然後就非常興奮衝過去 曾經我的人生夢想是要帶台灣回聯合國 那這另外再說 但那時候只是因為想要實習 然後呢去了之後打破兩件刻板印象 第一個是我原本以為 會去非營利組織工作 而且可以做到非常有領導力跟成效的人 應該都跟我一樣 就是因為人生中某些感性的啟發 覺得我們要回饋社會或者是什麼 所以會去到這個地方 可是第一個衝擊是 其實這個領域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公民社會裡面 是一個跟其他公部門私部門 兩大部門一樣競爭 甚至更競爭更困難更需要專業的一個領域 它是對等的 它並不是只是 如果我是其他領域 剛好有愛心 或是我有空餘時間 或者是我退休以後 四等的 或者是比較不專業 比較不競爭的一個 field 因為有競爭力 因為有專業 我們才可以解決社會上最複雜的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打破 然後我在那地方看見的是 這一個sector 這個social sector 跟public sector 跟private sector 是對等的 甚至更困難的一個sector 那第二個衝擊是 我的主管是一個來自海地的一個神秘的一種主管 他每天都要看NBA 可是他成效超好的 然後呢 可是他個人歷程也很酷 他原本是個海地難民 然後去美國 然後得到獎學金讀書 然後後來當記者 然後做了各式鋼筋 DJ 然後後來用一個很神奇的履歷 考上哈佛的研究所 然後後來去日內瓦當我的主管 那在結束的時候 我就很想得到正職 所以他就帶我出去吃飯 然後想說他帶我出去吃飯 應該是有表現不錯 就是可以帶我去一個吃炸雞的地方 然後那畫面我很清楚 我記得那個他油黑的皮膚 然後配一個金黃的炸雞 然後吃得非常開心 然後會在等他什麼時候告訴我 你表現很好啊 我要給你一個正職啊 都沒有 他就是從頭到尾一直開心地吃炸雞 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問他說 到底你今天約我出來吃飯 你要跟我講什麼 然後他就把那個炸雞吐到盤子上面 就是很神奇的 吐到盤子上面 他就說 Shit 直播 他就罵個髒話 狗屎 然後他說我就是想讓你知道 就是你們這一些看起來是 人生勝利組織 唐春藤學校的這一些人 就是我就是偏偏不想給你 你預期當中的這一個免死金牌 你覺得就是你實習得好 就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正職 他覺得他最生氣的事情 是他從哈佛畢業的時候 他身旁這一些 他認為拿到哈佛畢業證書的人 你隔壁的學校 哈佛畢業證書的人 應該就是人生中有一些免死金牌吧 因為講難聽一點 如果你有一張哈佛畢業證書 你這輩子應該不太怕會餓死 就是它是一種人生可以冒險的一種金牌 所以他很興奮 他覺得拿著這張金牌應該更可以冒險 可是他身旁發現 他身旁所有拿到這張金牌的人 都更不敢冒險 就是都選擇最不冒險的路 這件事情對他很衝擊 就是這個社會上面最可以承擔風險的人 卻不敢承擔 卻沒有承擔風險 所以他就是那個時候 他想要給我的一個 lesson 就是 你明明身上就有這麼多面金牌了 你為什麼不敢承擔風險 你為什麼覺得你只想要下一個正職 所以他要我打破一個視野 他說我挑戰你 你要先去完全跟你沒有想像過的工作去工作 因為對我來說 非營利組織是某種舒適圈 所以他要我去企業 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是管理顧問 商業管理顧問 然後我真的說 就是那個時候打破一個事情是 第一個是 除了冒險之外 再來就是人才是可以流動的 不是說工部門的人才長一個樣子 企業的人才長一個樣子 社會部門的人才長一個樣子 當一個leader 他其實是非常transferable的 甚至哈佛商業評論有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triple strength 就是leadership 可以在三個領域裡面都流動 都講得懂 聽得懂話 都可以造成影響的人才 所以 我有點超過時間了 但總而言之 我覺得流動的過程讓我發現 我現在不會其實定義我 只是一個social sector的人 我認為一個真正的leader 他是可以流動的 而且他必須要流動 他必須要串聯三個部門 才有機會帶來真正的影響力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歷程 就是我剛剛講真領導 很厲害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安婷有講到 一個我們這次倡議也很想要傳遞給大家的 就是人才他不應該局限於單一的部門 他也不應該是局限於單一的議題 他其實應該是要能夠 在不同的部門跟議題裡面 都能夠去發揮他的影響力 然後也能夠帶來真正的這個 改變社會問題的效益 那後面其實還有兩個小問題 其實是先苦後甘 就是 對 先苦後甘 就是說 剛才其實 不管在公共參與 企業經營或是社會服務 我想其實三位都是 在目前的領域 就是被很多人所 啟發很多人 然後也被很多人敬仰的對象 那我剛剛有稍微瞄了一下slido 其實也有非常多人會想要了解更多真實面 slido code到底是多少 slido的數字 slido code是 我待會丟給你 我現在是 沒辦法hold那麼多的部分 對 那但是我還是想要先請三位 就是分享一個你真實的 就是說 你投入現在目前這個指揚 你覺得最常聽到的誤解是什麼 對 就是誤解或迷思都可以 就是一個 你其實已經解釋不止一次 但是你覺得每次都還是 最常被問到的 對 以今年來講 就是我最常被各國記者問到的 就是說 你們的那個口罩實名是這麼成功 1.0 2.0 3.0 4.0 4.0 還可以去做人道援助 簡直是非常夢幻嘛 對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子 能夠學你們這麼成功的部分 那我都會就是補一段 就是其實一點都不成功的狀態 可是在各個大記者的那個面前 就是他們的編輯都很厲害 就是我不管怎麼講 那一段都會被刪掉 所以各位在全世界都會看得到 你可以在這邊講 我們會寫出來 對 非常感謝 對 其實這個其實 因為各位如果實際在我們口罩實名制上線 就是2月初的時候 有去過藥局的話 應該是知道說 大部分的藥師是覺得口罩地圖 對他們是一個妨礙 而不是真的有幫到他們的忙 因為大概有一半左右的藥師 是採取發號碼牌的方法 也就是他早上9點左右 先收你的健保卡給你號碼牌 然後跟你說你就去上班 然後晚上7點到9點左右過來拿這個口罩嘛 那但是呢只要是採取這種方法的鑰匙 都會接到非常多的電話 因為在口罩地圖一開始的時候 首先像就是台南江明宗的那個版本 只要它剩一片 就算那一片是就是壞掉的報廢的 也會變成綠色喔 所以會變成好像它還有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是中午趁休息時間 慢慢刷你的健保卡 所以其實它的庫存量是慢慢下降 但是其實並不是說就是它還有 它沒有了 它號碼牌已經發完了 所以就會有一堆人拿著就是口罩地圖去逼著他們說 你們是不是暗槓口罩啊之類 就增加他們非常多的負擔 那當然也有一半左右的鑰匙 它是就是刷健保卡給口罩 所以對它來講有省到它時間 但是就是說當你做一件事情 你幫一半的人省時間 但是浪費另外一半人的時間的時候 這Net Impact是零才對喔 就是說事實上對社會沒有什麼幫助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在國外很容易就造神成說 好像我們做得很完美 事實上不是這樣 當時我自己家附近還有看到鑰匙 門口就用很大的標凱體貼 你還說不要相信App驚嘆號 可能就是電話都已經接到手軟了 這個程度 那所以就是說 那當然我們怎麼處理 那其實剛剛大家都有講到一些概念 就是說要resilient 就是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要能夠撐得過去 而且說都是鑰匙是對的 是我們是錯的 我們真的對不起 但是下個禮拜四我們一定改系統 那它開張的時間 零口罩的時間會分兩個欄位 那鑰匙之後有說它希望按一個鍵 就從地圖上消失 這個我們也趕快把它實作出來 也就是慢慢的鑰匙就會發現說 不是我們由上而下 強迫他們來配合我們的技術 而是我們會改變我們的技術 來配合他們 那這個其實就是social sector 存在的意義 就是說它要知道說 怎麼樣對社會整體是好的 那應該是business 就是經濟部門 然後我們的government 就是我們的公共治理部門 去配合social sector 就是在社區大家所相信的 這些鑰匙朋友們 等等 那他們的這個社會連帶才是重點 不是說好像我們一下就設計出一個完美的系統 所以當時當然挑戰是非常大 但是也很高興 就是要是到最後跟我們是彼此信任的關係 好 所以最常遇到的就是只看片面 沒有看到全面 好 來 Harris 我們來聊一下歷世代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好 就是說很多包含是記者朋友什麼這些 常常訪問就是綠藤的創辦人我們的時候 就會一直下一個標題叫做放棄 放棄高興 放棄什麼之類的 然後來做這件事 可是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設你是覺得你 你從吉隆咖啡變成手沖咖啡 你覺得你在放棄嗎 因為這有時候是我們拿一個什麼樣的價值觀 在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創業之前 其實就會覺得創業就是我們比較想要的東西 對 那其實有時候像剛剛安婷提到 就是你拿幸運做什麼 其實我們都很幸運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歷世代其實都很幸運 因為其實背後不是完全沒有資源 就是我們都還有一些能力 然後以及未來的一些可能性 那我一直非常喜歡一本書 就是哈佛教授 就是克里斯廷生的 你會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它裡面其實提到就是說 你要衡量你的人生大概可以從三個角度 第一個角度是 你在工作中有沒有得到快樂 就是你有沒有在你工作中 得到你的成就感跟你的快樂 因為其實所謂的金錢 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它是保健因素 就是各式各項的數據都告訴你 你到一定的收入之後 你基本上不會增加你的快樂的一個index 對 那第一件事情在工作中如何找到成就跟快樂 然後第二件事情其實是 如何跟你在意的人有良好的關係 relationship 然後第三件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如何確保你不會進到監獄 就是你可以忠實著你的價值觀 就是你相信的事情去做過你的每一天 所以這就回來想 我們想一件事情說 假設你衡量你的人生 是用這三個角度的話 那有放棄這件事嗎 尤其是老實講 就是說我想 無論在綠藤工作或TFT工作 或跟著OG工作 你會學到的東西 它不是portable嗎 它一定 你會遇到更多的挑戰 你會遇到很多之前的人 沒有遇到的挑戰 那當你擁有這樣解決問題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然後跟一些很棒的人一些工作 那你往後面再走 就是 就像我相信 假設今天 假設綠藤怎麼了 我覺得桑林應該會收留我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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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這邊其實就想 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個我覺得有一個誤解是 放棄兩個字 就是思念了 我還是很不喜歡這兩個字 因為我到現在 我還是一直覺得 那都是一個更好的一個選擇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請安婷 你講著我想講的第一個 但是我真的想echo一下就是 我真的很不喜歡放棄這兩個字 所以如果在場有媒體朋友的話 就是 let it be on record 我真的 我真的就是 我從來真心不覺得我放棄任何東西 因為我覺得 這不是價格的問題 是價值的問題 然後 第一個誤解在這裡面就是說 所以做非營利組織或社會企業 是不是就是沒有錢 我到現在過年的時候 還會有長輩說 安婷 你這麼快 好 可是其實我很堅持一件事情說 或許我們不是追求大富大力 可是 就是 對人才應該有基本的對待 就是這個是 我們 如果真的有心 要有更好的人才 更專業的環境來解決最後問題 我們必須給的保健因子 所以 這不管是在TFT 我相信在綠藤或其他組織 有競爭力的一個 對人才應該有的薪資 是我們其實很堅持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們會勇敢去溝通的 就是不是說做社會領域的事情 就一定要看起來像個苦行僧 就一定要 因為這樣不永續的 這樣也沒有辦法解決真正的問題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從來不認為 我放棄了什麼 而且 我老公以前是醫生 他在安寧病房的時候 他說安寧病房裡面 只有兩種後悔 一種事情就是重要的關係 還沒有和解 第二種後悔就是未盡之事 那如果你從這個 以中為始來推的話 假設這是兩個最重要 有價值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有沒有在對標真正有價值的事情 我覺得是我們值得每天去問的 這不代表就要來費力組織工作 才可以對標 可是我覺得以中為始是重要的 所以我不會認為放棄是正點 那我最常碰到的另外一個 就是說既然講錯我原本想講的 另外一個誤解是 做這樣子影響力質疑的人 是一種比較 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就是一種道德高標在這個領域的人 隨便說 就是我比方說 我記得我有一次印象最深刻印象 意識到這個高標 就是我跟我們的夥伴們忙碌一個很疲累的專案 然後我們去熱炒店 然後點了一瓶台啤再吃熱炒 然後大家去過熱炒店 熱炒店就是鬧紅紅的 這樣然後我們就是喝台啤 然後慶功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 隔壁桌隔壁桌傳來一個紙條 然後我不知道紙條誰傳來的 但是他就寫了一個字說 劉小姐你身為什麼社會楷模 或是教育工作者 我忘記他寫說 你怎麼可以就是喝酒還是沒有 你怎麼可以講話這麼大聲 講話這麼大聲 他說我在熱炒店 然後後來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還去跟那個熱炒店老闆說 有人嫌我們講話太大聲 我可不可以要個包廂還是什麼 然後熱炒店老闆還說 誰誰說講話很大聲 來這邊就是要講話 我還蠻謝謝老闆聽我的 但就從這個很小的例子看得出來 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是壓力很大 我想說我去熱炒店 還不能講話不能喝台啤 還有很多其他我想講的事情 不是比較神聖的人 或比較道德比較好的人 才來做這件事 我們都是平凡人 都是會犯錯的人 要允許這些錯誤 要允許平凡的人也可以覺得 他犯錯也可以繼續走下去 更何況社會問題 是更沒有正確答案的一個領域 所以社會領域的人 是更容易犯錯的某種程度 不是因為我們比較有愛心 或者是比較有道德 才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我想講的 常常誤解就是我們 我好像應該是 就是不只是苦行僧 還是一種德雷莎修女之類的 對 好 感謝安婷很棒的分享 那妳是不是真的講話太大聲 對 好 那剛剛說先苦後乾 先苦後乾 所以下面這個問題就是說 有沒有哪一個小故事 或是哪一項 你覺得在這個工作中 最有成就的事情 是讓你可以在熱潮店 被痛罵完之後 繼續就是你知道 繼續投入 工作繼續往前的 就是一個 你覺得有成就感的事情 那這一次倒過來好了 就從安婷開始 就是 就是 對 第一個講的人就可以 就快一點 成就感 大家通常會預期我講 一些真的真實的教育現場 我們在做這樣一定會有的 看到服務的對象 因你改變的這種故事 但這種故事其實我講很多了 而且網路上也很多 我今天想講 可能更日常的一件 一個很有成就感的moment 是同學會的時候 我跟我的 不管是高中同學 或大學同學聚集的時候 我發現不會抱怨工作的人 很少很少 而且現在的中年危機是更提前 英文叫quarter life crisis 就是四分之一人生危機 所以差不多是25歲左右的時候 所以我25歲左右的時候 我發現我身旁的人 都在四分之一人生危機 覺得我人生這麼努力了 我得到這麼多的可能成就了 或者是我就是 忽然開始有眾多的迷惘跟痛苦 跟自我懷疑 可是反而我坐在那邊 雖然我也很辛苦 我也很累 任何工作都辛苦 都有它累的地方 可是我真的打從心底 沒有懷疑過我在做的事情 然後我沒有覺得 我有種內外不一致 而且我也沒有覺得 我需要靠下班後的快樂 來彌補上班時候的不快樂 所以我覺得一種很日常的moment 是我覺得在這些時刻裡面 我會知道就是 我做的事情不是只是利他 我認為利他就是最大的利己 因為我坐在那邊 我是不是那一個 那個群體裡面 我覺得得到最多的人 我深深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 那是我日常覺得 最有成就感的其中一個moment 這樣子 好 謝謝安婷 我們接下來換中間 Paris 其實安婷剛剛的感覺 我其實也有 就是我覺得 假設一個非常自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創業到現在十年 都沒有Monday Blue 就是每個禮拜一 還是都還滿期待走進辦公室 那當然外界會有一些認可 或是就是獎項什麼之類 可是其實自己 最開心的一個成就感來源 是來自於 你打造了一個 大部分的同事 你都很喜歡的團隊 就是身邊的這些同事是 就是 就看到他們就覺得 就是 綠藤的同事很像一些可愛動物園 然後就是大家都 同事在笑 對 可是就是 都很善良 然後 你會覺得跟他們共識很開心 然後 一個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我有幫助一些人 在綠藤找到他自己 像主題來講 有一些同事他可能本來覺得 台大國際戲 你可能就一定要做行銷 然後你來了之後 其實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很喜歡這件事情 然後 你在綠藤你可以去嘗試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 去做門事去聊聊 就變成超級好的一個門事 然後再變主管 然後現在變綠藤的一個HR主管 等一下 假如在那個 綠藤他們有看到兩個男生的話 其中有一個可能就是了 對 就是 當你看到有一個人 因為你打造出的一個東西 就是 變得更好的時候 那個 成就感 就是 我覺得會 讓你會覺得好像 蠻值得 對 我覺得我想在歐洲會有 更大更大的一個感覺 對 好 那我們請歐洲 壓軸 我今年當然工作時間比較長 每天都是凌晨 這個 如果在北美或南美有會議就要參加 那 傍晚也有非洲跟歐洲的會議要參加 那 但是 那 在那個中間 我就常常想到一個片刻 然後我就 更願意覺得說 那我就是花這麼多時間去講台灣model 我是發自內心很願意跟大家分享 那個片刻 那個片刻就是在四月初 應該是四月九號行政院會之後 那 因為當時我們每個禮拜一要開口罩會議嘛 院會之後就會去確認 口罩會議決定 禮拜四改那個口罩實名制系統會上路 可是我們四月九號院會後那個會議 就完全被一個議題 hijack 我們那一次會議完全沒有在講口罩 那 因為在那個前兩天就是有一個個案確診 那他確診的第一天說他都宅在家裡 都沒有碰到任何人 不知道為什麼會染病 那第二天就承認說 他是在酒店工作的一位專業的公關 那他因為職業的就是操守的關係 他不能洩漏關於他的客戶的個資 那 其實當時我們就看到 尤其東亞各國碰到這樣子的情況的時候 那個 鄉民的那個就是 把他們污名化或者是 逼他們地下化的那個社會氣氛 是非常非常強的 幾乎是政府沒有辦法承受的那種氣氛 那 那當時就是 我覺得很幸運就是說 包含像Philip就是 羅一鈞老師 他是 之前跟HIV Plus U2U啊等等 他有非常多的接觸 那包含我們指揮官等等 那他們都有非常 好的這樣子的概念是說 如果你越高壓 你威脅要發一筆很重的錢 你要把他們管起來 或者當時有各種肉搜嘛 鄉民上面 你只要稍微一點點助長這種氣氛 那其實這個防疫就破功了 因為他們就完全地下化 你是絕對不可能再碰得到他們的 那我們看 旁邊的各國之後都有碰到類似的情況 所以他們當時就做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說他們既不罰款 也不把人關起來 他們只是說 那我們稍微修改一下我們的實名制 就像我們相信鑰匙 改我們的實名制系統一樣 我們也相信這些 酒店舞廳的工作者 絕對不會想要變成防疫破口 我們來改我們的系統 只要實聯制就好了 就是說如果發生事情的時候 可以聯絡得到人 那你可以用一個匿名 你可以用用過幾丟的E-mail 你可以用預付的SIM卡 完全不重要 只要你能夠確保說你聯絡得到 那個資料是不需要收到中央來的 那我覺得那是很了不起的 因為在當時就是大家的鄉民的感覺 並不是這樣子 大家都是非常好像獵物一樣 那但是結果是什麼 就是不到一個月再到五月的時候 大家都把實聯制能夠 implement 起來 那而且也彼此互相相信 然後慢慢的這些地方就重新開張了 我們也再也沒有碰到這種防疫破口的情況 所以就是說後來指揮官又把他 就是分享的時候 我有說那等於是一個類似比馬龍效應 就是說如果我們為政的這個政府治理部門 相信社會部門 那社會部門的創意就會比我們更厲害 而且是變成值得相信的人 那但是我們一下子如果不相信社會部門 top down 威脅要把人關起來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當然就會不值得相信 因為他們一碰到我們就會被關了 那就會消失掉 那所以我覺得主動的從政府去上市人員 那個moment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學到非常多 那之後也很願意用這個方式去分享台灣Model 這樣 好 謝謝 Audrey很棒的分享 那剛才前面比較多都是 就是透過三位講者的小故事 然後就是帶出他們的價值觀 那接下來其實要進到的就是他們作為歷史袋 他們其實也聚集了更多的歷史袋 然後Slido上也真的是非常多 我現在沒辦法一一的看完 但是就是有非常多就是好奇說 夥伴 對就是大家所處的團隊的歷史袋夥伴 那我就是想綜合一下這些問題 就是來問三位講者 就是說你們就是從一個人到一群人 怎麼找到就是志同道合的夥伴 那因為也有非常多就是觀眾朋友有問到 就是比如說綠騰的實習計畫 TFT的招募就是教師招募計畫 所以特別也想請就是Harris跟安婷 在特別針對就是像這樣的計畫 你們想找的人是什麼 然後具備哪些能力心態也好這些都可以 我稍微綜合了 但因為真的太多了 就是稍微綜合起來 好那我先請Harris開始好了 先回答哪個問題 對換你這樣第一個 那我先討論一下就是綠騰實習計畫好了 其實綠騰非常非常的一個幸運 就是說我們一年大概有大概七八個實習生的缺 就是夏天跟冬天 那我們那一年可以收到一千多份的履歷 對然後這個的一個源頭其實很簡單 其實它是我在馬神理工念MBA的時候 我發現說美國的這些商學院 非常非常的在意學生的一個實習 他們要讓他們在學校所學的東西 可以實際上接軌道食物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才有意義 然後大公司也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基本上夏天就一直在搶人 一直在搶人一直在搶人 然後實習生都 就我們別人可以 今天中午吃壽司 明天中午吃披薩 就一直去各種的一個說明會 然後回頭來講我就發現說 好像台灣那時候大概是2013年的時候 台灣其實實習的機會沒有那麼多 大部分的大公司其實都是在畢業之後去搶人 而不是去提供一個大二大三 就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的一個機會 可是這讓很多的人沒有辦法 我們一直覺得在實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不是找到你人生的志向 是先確定你一定不想做什麼 所以等於很多的學生在這個時候 他們沒有一個機會先去screen out 就是說他不想做的事情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確認說 他到底所學如何在工作中去應用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要打造一個 大學的我們都很想加入的一個實習計畫 這件事情是完全超出綠藤當時的能力 因為我們當時其實在一萬兩千塊的一個辦公室 可是我們就拿了我之前在金融業的一個儲備幹部的一個計畫 加上我在麻省理工的一些課程 把它整個重整這樣起來 回過頭來他變成綠藤有史以來做過最對的一件事情之一 因為第一個你幫助了一些大學的就是大學生或是研究生 讓他們找到一個他們的一個機會 就是可以發揮的一個舞台 然後我們真誠的發現一件事情是 即便是十幾歲 二十歲 你給很好的一個舞台的時候 他都可以幫你做出非常棒的一個成績 就是綠藤寫的台灣第一本公益報告書是實習生完成的 然後我們產生出了非常多的什麼供應鏈模型啊 內容啊 其實都是當初實習生跟我們一起完成 他給他們舞台他們就會發光 然後就像剛剛歐主一開始有提到的 就是後來三分之一的實習生留下來在綠藤 然後現在變成綠藤就是幾年之後 中間幹部全部都是一大堆都是其實所謂的綠藤寶寶 就是他們留下來 然後因為我們有點發現說 在外面的企業待過之後 你那個價值觀不一定會完全的一個接近 那回到剛剛一個問題說 我們在找怎麼樣的人 其實網站上面有寫 那假設要以一個我自己個人最重視的一個特質好 那個是成長思維 就是不把事情當作理所當然 然後永遠想要去突破 就是像我們公司曾經辦過一個比賽 叫做一句話惹怒Harris 裡面都會有譬如說不可能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可是那其實是我個人最重視 我也覺得那個也是一個 就是歷世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不把事情當作理所當然 然後永遠去追求更好的一個可能性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我這樣有回答到剛剛的問題嗎 有有有 好 很棒很棒 好 那再來是安婷 我現在很緊張 怕我講三個點兩個點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TFT成立的初衷 就是希望給更多人找到一個途徑 是他不僅可以參與也可以找到夥伴 那或許大家不知道TFT最核心的計畫 是一個兩年的就是 我們叫領導力教師培育計畫 大多數的人想到TFT都會覺得 我們只是在回應偏鄉教師荒這件事情 可是其實對我們來說 那只是一個背景脈絡 偏鄉教師荒是教育不平等的議題下面 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那可是危機也都是轉機 而且創新往往來自邊垂 所以我們看到的 跟學校一起看到的是一個機會點 這個機會點我們希望是雙贏的 雙贏的機會一方面是 學校它其實現況之下 需要一些不一樣的人才 可以進去參與去協助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計畫合作 他可以招募到他平常 可能沒有辦法招募到跨領域的年輕人才 進去帶來不一樣的能量 不一樣的視野 不一樣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這是從學校的視角 當然從孩子的角度 有一個很用心的老師 可以陪伴他的成長 這個是教育最重要的投資 可是反過來 往往就是會被忽略的是 雙贏的另外一端 對這個年輕人來說 就是我覺得有很多很重要的一個投資 第一個是兩年期間其實是有 穩定的薪水之外 還有五百個小時免費的課程還有歷程 其實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認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談影響力的時候 或是談教育 教育常常是一個每個人都覺得 跟我有關係的事情 我們每個人至少都當過學生嘛 所以講到教育 每個人都可以罵個幾句 都可以講個幾句 大家都覺得我們可以講一些教育 可是真的人起袖子 走到田野跟問題共處的人有多少 如果我們只能夠罵教育 卻沒有辦法真的改變教育 那麼其實我們頂多只是鍵盤熱血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第一個是 如果你真的在乎你看到的議題 而且這議題剛好也如果是教育的話 這個兩年期間是你一個很完整的 走入田野跟問題共處的一個機會 你不一定兩年期間就帶來驚天動地的改變 你一定會帶來改變 可是你一定不可能兩年期間 就整個改變所有教育不平等的議題 那我一直那時候很喜歡 Audrey講過一句話 她說能夠真的解決問題的人 是跟問題共處可以相處最久的人 所以第一個是你得到一個 可以真實的去做田野 去進潤在這個裡面 長期而言可以幫助你解決問題的機會 第二個點是 除了這些培訓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重視的是Leadership 那Leadership領導力 其實在華人的脈絡裡面 我們常常講到這個詞 就想到一種位階 好像我可能要當政委 或者是我要當總經理 我要當董事長才需要領導力 可是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Leadership不是的 Leadership始於領導自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 我很喜歡的電影 叫王者之神 The King's Speech 裡面我最喜歡的一個畫面 就是那個會結巴的 本來很不想當國王的那個人 然後最後 他成功的完整講出一個演講 他說 領導力始於日復一日的領導自己 所以其實領導力始於領導自己 那你要領導自己 每一天在這麼多困難裡面 你要去找到資源 找到同盟 找到解決的方式 你要有耐挫的能力 你要有成長型思維 你要能夠去有系統思考 去分析問題 你要能夠團隊帶領帶動別人解決 這些能力其實在課堂裡面 在教室裡面 是沒有辦法學得到的 如果你上過一些領導力課程 這些都很好 可是領導力的訓練需要場域 你需要一個值得的場域 讓你真的去解決一個 你真實在乎的問題 真實去帶領一個團隊 你才有辦法真的成為一個Leader 所以第二個重點是 你有一個很獨特的場域 它有機會讓你真的成為一個更好的Leader 那最後一個是夥伴 因為TFT那天誰跟我說 說不定你們自己是在每一年最大的僱主 因為我們每一年至少開50到70個圈 然後而且雖然我們很幸運 我們每年錄取率大概就是不到10%左右 差於他們一點啦 但是還是很幸運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們 如果你去訪問參與過TFT計畫的人 成員 他們獲得最多的是什麼 前面兩個他們應該也都會提到 可是他們最強 可能最強調的是 這兩年期間你會有一些精挑細選 跟你不管是在 價值觀上面 能力上面 企圖心上面 都很能夠共識 可是卻又夠多元的一群人 我們的人裡面就是 教育背景出身的不到兩成 其他都各式各樣的 有學體育的 藝術的工程的 管理的 媒體的 各式各樣的人 甚至醫學藥學都有 在這些人裡面夠多元 所以你夠有刺激 可是又夠相似 他可以成為夥伴 這些人兩年之後 很多人找到人生伴侶之外 有創業夥伴 有工作夥伴 有工作機會 有那個人脈 其實那才是我們最後真正的陽謀 因為教育是一個這麼複雜的問題 它是一個系統的問題 絕對不可能靠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人的兩年去解決 它可以慢慢的改善 可是它如果真的要長期去改變的話 它需要一個網絡 它需要一個運動 它需要一群人 長時間的投入 所以我們的陽謀 是投資這些人兩年之後 兩年之後他們所獲得的這一個網絡 也會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對我來說 如果你要找夥伴的話 其實那不是只有你的需要 解決問題本來就需要一群人 所以對我們來說 那就是TFT計畫工商時間 希望打造出來的一些點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後面也有擺攤是不是 後面有攤位 還是補充一下怎麼找夥伴 請說 因為我覺得剛剛安寧提到的時候 我想要對綠藤來講 長期以來就是 有兩個找到夥伴很重要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去找到好人出沒的地方 結果我們後來很有趣一件事情是 綠藤最主要很大的一些 就是主管跟很重要的夥伴 其實可能就是我們在世界地球日 擺攤的時候 他過來跟我們買手捲 然後後來發現說 你是那個什麼副總 然後後來聊一聊 其實就加入了 然後或者有人說 你們 就是我們的兩個很大的 重要的主管都是在擺攤的時候 我們在賣手捲 或賣芽菜的時候 其實認識了 另外一個東西呢 就是當一個好人 就是 就是 只要你認真的當一個好人 就會有人把人才推薦給你 對 就是像 桑妮就推薦給我非常多 謝謝 沒有 我不是說自己是好人 我是說 當你認真的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有些會有感染力 然後 這兩個東西會 創造出一種特別的一個系統 好 我也有工商服務的時間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我看到今天是那個 就是有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這個 我在剛剛那個Flyer上 所以我也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青年署有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劃 那我就念一下計劃的緣起 近年來公部門成為 青年就業場域的任命選項之一 本是為強化青年職人的開發 持續推動各類的時尚體驗計劃 並且讓青年人在學習期間 及了解政府組織運作方式 以及工作內容 特與中央機關合作提供 公部門的見習機會 這一段話當然就跟 青年署大部分的計劃一樣 是用標凱題寫的 但是就是說 雖然它是用標凱題寫的 但是我想鼓勵 就是看我順眼標凱題的朋友 可以多加入我們 職場體驗網 我們每年我們辦公室都會 招募很少了 比起他們30個見習生 那每年30個 四年下來也120個 那真的就是加入我們團隊的 確實只有一個人 所以這個retention rate 不能跟他們比 但是很多人是從這個之後 就更了解到說 有哪些公部門的創新 他可以用在他接下來的職業裡面 而且他也會繼續 跟這些公部門的朋友 保持非常良好的夥伴關係 這個是幾乎無法替代的 因為除非你當過幾天公務員 或以我們的例子 兩個月的公務員 你很難了解他後面的那個語言是什麼 但一旦你能夠講出那個語言的話 那就好像說你碰到這個 就是剛剛講佛羅多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會講幾句精靈語 那就非常有幫助 對 所以大家在我們辦公室到底是幹嘛 我們第一年做的事情 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公部門在中央的網站 從只有IE可以用 變成任何瀏覽器都可以用 那是非常非常辛苦 謝謝 但是應該算是有正面的社會影響力才對 對 那所以就從各部門的角度來看 他們被青年罵很多次了嘛 罵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但這是第一次青年朋友 會自己帶幾行CSS 帶幾行HTML 帶幾行JavaScript 好像帶著禮物過來說 你只要改這幾行 你的網頁就不是只有IE可以用 那我們到第二年 就是把公部門中央部門的網站 都變成說就是RWD 就是不是只有很寬的平板 才能用手機也可以用啊 那所以同樣的非常辛苦的工作 但是應該也有正面的社會影響力 那到第三年我們就比較放開了 因為基本上都有了嘛 那接下來就是你看不順眼的東西 你告訴我們哪一個網站體驗應該更好 我們幫你把它弄得更好 結果那一年來的見習生 因為那一年的特殊的環境 他們最想改造的就是在NCC 舉報特定電視台的那個網站 不過現在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 所以我不能多說 對對對 但是就是說這可以反映出青年看到什麼 那我們就說 好我們開門造句 你行你來嘛 你來改嘛 那但是當然像我們登山 一戰士網站等等 都是去年的實習生改出來的 那今年的我就不多說 因為在我Facebook上面 有他們的分享 我們也參考綠藤的那個排版 就是每個見習生 有一個漂亮的那個心得啊 一行那個一句話的那個 quotation啊 什麼之類之類啊 因為你們2013就開始算是前輩了 我們就做了一個很漂亮的一戰士網站 讓在接下來的見習生可以更知道說 你如果花兩個月在公部門見習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培養跟公部門 剛剛講夥伴關係 第二個更重要就是說 你隨便改一行 你就是影響兩千多萬人 大概這種impact的感覺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個很棒的公部門實習計畫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Google查詢一下 那剛才其實大家有分享了蠻多 就是一些比較大方向的框架 那因為我們其實很希望就是 三位作為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或是代表人 也分享一個就是你跟你組織裡面 歷世代互動的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然後是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或是現在直接想到的也可以 就是可以分享一個小故事 讓大家更好想像就是 你們為什麼覺得他們是能夠幫助組織 完成使命或是願景的歷世代 這樣 喔 看了它陷入沉思 那不如 喔 所以好像想好了 我隨便啊 都可以講 我腦裡都已經有快取 很快取啊 對 我在當時加入省政院的時候 我的三個工作嘛 開放政府是我本來就知道我要做的 那社會創新是我進來之後 一個月大家跟我說 這個就是感覺上就是你應該要做的 然後我說為什麼我對像法國那種 就是合作經濟協同經濟是很清楚他們怎麼做的 但是台灣真的是這樣子嗎 對 那後來就是林全院長嘛 就說啊 反正你不知道你學就是我們知道你學很快 所以我就接下了這個工作 我就跑去找馮彥老師 他就親郎相守喔 那但是在那個之後我就發現說 欸 我還有多一個業務就是青年參與 因為總統政見之一就是要行政院級的青年諮詢委員 沒有像以前的青年顧問團那樣子是說 好像他只有對於創新嘛 創業嘛 什麼一些勞動條件嘛 學習狀況嘛 等於是線索在跟青年有關的事情 他才能提出建議 那我們這邊院級的青年諮詢委員會 關心的都是一大堆抱山抱海的這種問題喔 很多跟永續發展目標相關 所以大家不是很確定說 這個算是行政院裡面多一個小立法院嗎 還是怎麼樣喔 那所以我們就迫切的需要一些pilot case 就是能夠讓每一任的院長覺得說 欸 這些青年來當reverse mentor 就是逆向的導師喔 他真的能夠引領我們國家的未來這樣子 那所以呢 在當時剛加入的時候 應該還不滿30歲的 一個叫黃偉祥的一位朋友 Skills for you的創辦人 那他在早 就是之前一直都是 技職教育的一個倡議者嘛 那後來他就提出一個 非常巧妙的一個建議 我覺得他是在公部門 就是學習到公部門這個語言的 三個基本條件 學得最快的一個青年諮詢委員 就是你要降低所有人的風險 你要幫所有人省力氣 而且你還要創造所有人都有亮點 那你這三個就是一起麻子 就是大家都會用盡一切方法 把資源給你喔 但是這三個是不fungible 就是你不能說你為了創造亮點 要讓大家承擔風險 這個不work 你為了要降低風險 讓大家爆肝 這個也不work 那所以就是說這三個 叫怕樂圖改善 就是你不能犧牲任何一個 所以他就提了一個 非常直觀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就是國際技能競賽的選手 就好像奧運選手一樣 應該要在國慶的遊行上面 多開一輛車 讓他們接受大家的歡呼 這個你看有亮點 不花什麼力氣 而且為所有人降低風險 顯然技職教育非常重要等等 所以一下子就大紅 那他自己群眾募資拍了一個影片 我想很多人有看過那個影片 在我們院會播放喔 所以就有一陣子 蘇貞昂院長只要碰到人 就講那個影片 然後就講什麼俄羅斯卡山 什麼技能精神 但他事實上想要做的是 讓這些選手回來之後 能夠成為我們在十二年國教的一個 我們叫做校定必修或加深加廣的一個導師 就是帶著這些年輕朋友們在國中階段 就可以去學習到說 既只是幫助整個社區做placemaking 做社區營造 那能夠讓我們的生活條件變得更好 所以他不是說好像讀不上這個普通高中 學術高中才去讀技術高中 而他一開始就是為了要做social impact 而去讀技術高中 那這個是他真正的agenda 但他就是用一個國慶滑車遊行的這個 非常漂亮的超級亮點的包裝喔 一瞬間就說服了所有人 那這是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歷史代reverse mentor 後來他也好像獲得什麼 是他傑出青年之類 不過那是後面的事情 好 謝謝 Audrey 那兩位哪一位要先 安婷 好 剛做美是因為就是想到太多 然後不知道 就沒經過那夥伴同意可以爆料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剛想一下我想講可能兩個 一個是反正他等一下講的是鍍影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楷模 就是他最近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搬到一個新的辦公室 然後大家對那個保全系統還沒有很熟悉 所以每次有小偷登入的時候 我們就會負責人就會啪啪啪啪 就是有那個 然後結果我們每一次就連續兩三次看到小偷都是鍍影 因為他最後一個關燈最早一個進來 然後就是忘記解那個保全還是什麼 那可是我問他的時候他就說 就是對他來說其中一個就是工作帶給他純粥感 是即使他是最後一個關燈 他都想要是第一個開門進來的人 然後因為他cut on video 所以他很真實的看見他 真的是在身體力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很幽默 但是是我很開心的一個小moment 那第二個 我講兩個 就是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夥伴不是只有在辦公室的夥伴 就是其實對所有的TFTR來說 我們的夥伴是任何一個願意跟我們結為同盟的人 所以因為教育的問題是社會問題的縮影 我們需要每一種合夥人 我們才有機會在這個信任的基礎之上去創造改變去發生 所以其中一個我們最重要的合夥人就是 我們去服務的社區的家長還有其他社區的成員 所以有一次我去花蓮南區的一個部落 然後我就記得一進去的時候就看到一整桌的菜 然後是社區發展協會的家長會的會長 就是他也是社區發展協會的會長 然後他就是帶領部落的一些重要人士們 一整桌菜 然後我原本其實我只是想要悄悄地去看看老師過得怎麼樣啊等等等等 沒想到一整桌菜 然後我就很訝異 然後他們所有人舉杯其中一個環節敬我 就是說謝謝你送一個這麼好的老師來 那時候我就很好奇了 因為其實我知道這個社區一開始的時候 是觀望的態度的 他們不太確定 因為剛好我們派一個皮膚很白的老師 就剛好的 台北人剛好 然後就每合去這個布農族的社區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知道其實這個社區是觀望的 不知道怎麼樣去評論這樣的一個外來人 可是沒有過多久 卻是這樣設驗然後舉杯 然後其實我是語翁得利啊 因為真的每天在現場的是這一個老師 所以我就很好奇問他們說 是什麼樣的轉類點 讓你們覺得這個人從你們觀望到現在你們 甚至願意為他設驗 然後我們講一個圖像 讓我覺得蠻大的去define我心目中的一個夥伴的圖像 他說有一天晚上 就是部落相對比較早燈就比較暗了 然後他那個會長走在那個部落的路上 其實很多燈都暗了 可是看到有一家人 他燈還亮著 然後裡面傳出講話的笑聲 那一家人是社區裡面相對來說 經濟狀況比較沒有那麼好的一家人 然後可是卻就是燈還亮著 然後還笑著他就很好奇去看 那他就看到我們那個老師他是坐在地上 因為就是家裡狀況的關係 所以他說也不一定有什麼家具 然後他甚至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說 好像也沒有很乾淨 他自己就是覺得 就這個老師怎麼會願意坐在一個地上 然後完全是平視的看著這個孩子的父母親 然後再跟他們有說有笑的在聊天 他認為那個老師坐在地上平視的畫面 是讓他完全改觀的一個畫面 因為他好久沒有碰到一個這樣的老師 是對等的在對待 即使是我們裡面相對最弱勢的成員 那那個對等的畫面 那個毫不華麗 沒有裝飾的那一個對等的畫面 我覺得是夥伴的關係裡面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是去服務或施捨 他是一個對等的信任關係 然後我覺得當這樣的信任關係 可以被建立的時候我常常覺得很幸運 因為他們會給予我們的回饋 跟那個遠遠大叔我們可以給予的事情 所以最近這個會長他受驗 我剛好經過花蓮出差 當天臨時被他發現我在那邊出差 被抓上去 又吃了一些 喝了一些 但是在那個當中的時候 那樣的一個坐在地上平視的夥伴感 是讓我覺得很單純 可是很重要的一個畫面這樣子 對 所以 好 謝謝 很棒的分享 讓我講一下我對歷四代的幾個觀察 就是第一個觀察是 我范子大概二十到三十之間的一些 我合作過的一些同事 第一件事情他們非常喜歡feedback 這跟我們這個 我不知道我們很怪 可是他跟比較 好 我四十歲左右的這個世代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對於大概 我這個世代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是波階 就是我們是Modern 然後我們要慢慢等嘟嘟嘟嘟嘟嘟 然後我們開始連BBS 或是連網站什麼東西之類 然後速度都非常非常慢 他們是現在在4G 的一個10到5G 現在一個時代 就是說馬上所有東西都會得到 你的Facebook一PO出來 你就會開始在那邊數 就是有幾個讚 你IG有幾個愛心 這代表在工作上面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我們公司為了想要 讓大家更agile 我們其實導入了就是說 希望每個月其實大家就one on one 本來以為說是同事們不喜歡跟主管對談 其實真正不喜歡的是主管 因為一個主管其實要對到 非常多的下面的一些同事 同事們其實非常喜歡 就是接受這樣的一個feedback 然後有一個一對一 讓他變更好的一些時間 這邊會隱含一件事情是 他其實喜歡你給他有用的一些feedback 可以讓他變得更好 這個跟我原本的想像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還有一件事情是 對他們來講 意義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不能直接講說 你這件事情麻煩你去做這件事情 你必須同時間要跟他聊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特別 我們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都要講為什麼 不過後來就算了 直接公司畫了一整個系統圖說 你知道你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幫助到更多人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同事們其實就會被感受到 他真正 他很在意他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就是我想綠頭的同事 大部分不會是 就單純為了一份薪水 就做一份工作 所以假設回過團以一個雇主的角度的時候 假設你能夠賦予他 他這個工作讓他感受到意義 就是假設我可以感受到 我對兩千三百萬人幫助的話 那真的會 我覺得那都會笑著睡覺吧 我不知道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很重要的是 在工作中要一直創造 各式各樣的樂趣 這些樂趣不一定是來自於 譬如說外商啊 什麼非常好的一個福利 它可能只是一些很有趣的 一些概念的 落實在生活裡面 像譬如說 像我這位同事 他之前要去當兵前 他就說我當兵完要回來留在綠藤 所以他特別來了綠藤一個替法的儀式 就是在當兵前的時候 剃頭髮其實發生在辦公室 那後來就變成綠藤一個流傳的一個故事 那像譬如說我們會有 公司有自音自行大賽 就是因為大家常常注音打錯 然後甚至有把同事們的笑話集 整個累積成在內部 像同事們 就是中文造詣假如有問題 譬如說曾經我們有一度就說 欸 講滿糟筍千壽藝 同事們問一個問題 叫做請問滿糟筍是一種筍子嗎 就是當你內部有這些東西其實累積下來的時候 然後你內部的文化會被這樣一個一個小小的樂趣去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棒 對 就是會 它其實會讓這個組織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東西 feedback 比較frequent的一個feedback 然後意義 然後樂趣 都是歷世代會滿在意的事情 好 謝謝三位很棒的分享 那接下來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大哉問 就是說剛才那個願景工程的羅國駿執行長 是有提到就是在民調裡面顯示 現在大概就是十個人裡面有一個青年 是已經具體投入在所謂的 對 廢離組織或是社會企業 如果 如果現在不是十分之一 是一半 就是50%的人 都投入在你們各自的領域 就是公部門 然後企業部門 跟所謂的廢離部門 你們覺得現在的社會可能會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更多倍數有投入的人 因為現在就是比較過度集中於那個私部門嘛 對 那其他兩個部門就是會覺得好像是 對 就像剛剛安婷講的 有空才去 有心才去 所以 如果今天不是十分 如果今天不是10%是50% 你們覺得會有什麼不一樣 感覺你想好了 你先Cue我 你先Cue我 好 我可以回答 這就是我喜歡邀請 我覺得 可以當他們的Buffer 可以當緩衝 是 其實同樣的社會創新調查 也連續幾年都有顯示說 如果是它是在退休之後 然後創業的這一群黃金盛鬥士 黃金盛鬥士 黃金世代嘛 對不對 黃金盛鬥士 那大部分會挑合作組織 好比像說 像主事先弄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們本來是一個 非營利為目的基金會 但是每一次裡面就會有人想到一個點子 然後其他人就會說 你去創業 但是他們創業都是創合作社 所以 都是運用合作組織的方法 因為我媽也是當年共同創辦人 所以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對他們來講 所謂的創業其實就是一個合作事業 不管它是不是有合作事的形態 或者非營利為目的的基金會協會等等的形態 但重點是把人聚集在一起 而不是先去想說我們ROI要多少 先去想SROI要多少 可能還比較對 那所以其實上我們已經有一個preview 就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半的人 如果投入創業 都是先從社會部門想是什麼 你就看50歲以上的黃金神鬥士 就知道會是什麼樣子了 那很明顯的就是說 第一個它的世代之間的溝通 會變得比較容易 因為你經營一個合作社 你勢必有比你年長的 七八十歲的這個stayholder 也會有比你年輕的stayholder 所以就是保持終身學習的這個情況下 你心態永遠都保持年輕 那只要心態永遠保持年輕 其實對於青年來講 那你也是青年啊 就是也是歷時代嘛 也是就是相同的語彙 那只有是說 可能另外百分之五十 他就是退休之後 可能就比較這個 獨自聽音樂很快樂 讀樂樂 沒有中樂樂 沒有那個share and enjoy的部分 那這樣才慢慢變成 好像世代之間有隔閡 或者難以相處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半的 我們年輕世代的朋友 一下子就是投入社會部門 或者合作事業的話 那我覺得首先就是 跨世代的溝通 會變得非常容易 因為大家就是 by nature 就必須要去照顧到 所有不同時代 不同背景的朋友 那對於跨文化溝通啊等等 我覺得都會有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好謝謝LG 那安婷感覺準備好了 對因為我怕我最後一個講要講超時 所以你讓我講 不用擔心不用擔心 我會控時 我覺得在剛剛我們說的 這個各個sector的人才 是很可以流動的前提之下 我會認為我期待的 可能不一定是50%的人 在任何時刻都在這個裡面 而是他在人生當中 50%的人至少都有來到 social sector的一個經驗 因為就是我覺得要相信說 其實來social sector 並不是浪費時間 也不是當兵 也不是好像只是很有愛心做慈善 你要相信其實他對你到其他部門 要去發揮影響力 要去做得很好 他其實都是有portable 都是累積性的 那我覺得那一個 對於新世代人才的這種上位概念 是我很希望可以去強調的 因為我還是很常碰到 一些人會很擔心說 我如果做了這個選擇 我一輩子就怎麼樣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其實都是互相加成的 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 那像台上的大家 某種程度都也流動過 未來可能也會持續流動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第一個 我希望50%的人 在人生的經歷裡面 都有至少一段時間 是可以流動到社會部門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會特別覺得 在年輕的時候 很適合來社會部門的原因是 這個相對來說是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大家相對比較陌生 或相對覺得比較冒險的一種選項 所以在我們相對年輕 就是會覺得那個collateral damage 就是相對的這個 其他人會連帶受的 這個風險的程度還比較低的時候 包袱最低的時候 去常是一個我們心目中 可能覺得最陌生 最挑戰的一個選項 我常常覺得是一個 對於年輕人自己 無悔的一種選擇的方式 那尤其是如果談到 Leadership的話 其實我認為領導力 我要講一個關於愛的quote 可能我真心想 有大學教授 影響我很深的一個quote 他說 You cannot lead the people If you don't love the people You cannot save the people If you don't serve the people 中文是說 如果你不 你如果想要帶領人 你就必須要愛人 你如果想要救人 你就需要服務人 所以換句話說 領導力的核心 是從服務開始的 這個概念我覺得 如果你在年輕的時候 就投入社會部門 會很深刻的烙印 在你的Leadership裡面 不管你未來 做到什麼樣的位置 你都會知道 Leadership的核心 是從服務 是從service開始 那不管是我們台語 像看歐巴馬 或是這個 Triple Strength Leader 很多人都在年輕的時候 有深刻的服務經驗 影響他一輩子 所可以產生的影響力 跟做的選擇 所以 人生任何時刻都可以流動 但如果你相對年輕 你在這個時候想要做一點 在我們的脈絡裡面 有點冒險的選擇 我會覺得你得到的是一輩子 可以帶著走的一個Leadership這樣子 對 好 謝謝安婷 那我們請Harris 那個其實今天上面有提到的 去年的商業圓桌會議 就是包含亞馬遜啊 蘋果啊 他們這些CEO 他們一起來講說 獲利不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其實這是我大學念財經經濟 這其實違背了原本的經濟系的 經濟學的一個基礎的一個理論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一個開心 其實剛剛這個問題 我想拋壞一件事情 假設今天百分之五十 我今天是私企業的代表 就是說 這些公司它不是在拼獲利而已 它假設大家在在意的是 大家來競爭 我競爭怎麼對環境更好 我競爭怎麼對員工更好 我競爭怎麼對社區更好 我競爭 假設我是這樣的一個競爭的話 我不是單純為了一個股價 然後為了一個營收獲利去競爭 那這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其實就像剛剛提到的ESG 就是說你的環境 環境我們基本上會有更好 更sustainable 像居然以綠藤來講好了 假設我去競爭的是 我每一個產品 我去競爭我的行銷 不要賣不應該賣的東西 我去競爭 每一個人更了解這些產品 以及這個東西怎麼使用 對自己 以及對於旁邊的人的環境更好 我去競爭我的包財 我的整個供應鏈 如何對於就是 環境的負擔變降低 我去競爭 問我們一些原料 我們一些產品 可以讓 譬如透過公平貿易 讓社區其實來的變得更好 就假設大家都在競爭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世界 就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我覺得它好像是一個 我們可以去想像的 而且我必須誠實而言 我覺得有慢慢的在發生之中 而且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是一個 就是善良的地方 而且其實像公布門一直在推動 我覺得超棒的 對不對 以上 好 謝謝三位 那其實有一群就是很類似的問題 就是說怎麼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的落腳點吧 我可以這麼形容 就是說能夠發揮影響力的這個領域 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有工 有工部門 有私部門 或是公民部門 那 對於就是台下的青年來說 三位會給大家怎麼樣的建議 就是如何可能在學生階段 或是在社會新鮮人階段 就是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這個 暫時落腳處 當然輪掉這個是希望是健康 但是怎麼樣找到一個 甜蜜點 暫時的 發揮 好 那感覺Odry也是一秒準備好了 那我就先Q你 其實我有看Slido上面的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是說 如果它還沒有專業領域的知識的話 那投入社會部門不是其實很有風險嗎 它覺得感到矛盾 為什麼 因為我們感覺都是一群專業人才 就是口若懸河 然後隨便講什麼 基本傳染數絕對都超過三 就是一個人會告訴三個人的那種程度 就是隨手都是quotation 那但是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如果你還沒有到這樣的情況 就投入社會部門的話 真的可以有所貢獻嗎 那是不是找個地方練功比較好等等 那所以我是想從這個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自己沒有找到一個值得解決的問題之前 我的好奇心沒有被引發 我的好奇心如果沒有被引發 我什麼都學不到 那所以就是學了也是白學 因為明天就還給老師了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找到一個值得解決的問題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叫PBL 那但是就是對我來講 本來學習就只有這種學習方法 我還不知道有什麼別的學習方法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這是可以迎刃而解 就是你就去看這17項永續發展目標 你總是會看到某一個顏色 某個icon 你覺得比較對你的胃口 然後你覺得說 如果你想要解決那種很緊急的 那你應該挑氣候緊急事件 你如果是想要挑那種非常長程 非常結構性的 你應該挑公理與和平 SDG16 那所以就是說你的人格的性格不同 自然SDG裡面的每一個細項 每一個大項 就會給你有一個不同的相應的程度 那你一投入這個之後 其實你就不斷的 是在創造問題的解決的可能性 就算你只解決萬分之一 就像剛剛講 只改了一個公部門網站的一個首頁 但是你就是在那條正確的路上 而且大概不管你在經濟部門 在社會部門 或者在公部門 你之後就是繼續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解決相同問題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夥伴 而不是在你班上的同班同學 或你的鄰居 就是我們之前的教育 常常就是大家在跑道裡面 然後分什麼文組離組 聽說啦我都沒有分過 因為沒有唸過高中 但據說啦 到高中的時候就會開始分組 然後就會人跟人之間開始競爭 但是當你找到你的 想要解決SDG的時候 你就是轉身往那個方向跑去 第一個你就贏在起跑點上嘛 因為你同學沒有人跑那個方向 但第二個就是你會找到一群真正 你之後會一起學習 不管他在哪一個部門的人 大概這樣回答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Haris好了 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一個好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其實是真正的認識自己 就是什麼是真正的認識自己 我們在台灣的通常的教育體系底下 假設你今天英文都是95分 你的數學都60分 你會多念哪一個 就是我們可能就會去念數學 可是這世界 假設你到職場 或是你在貢獻的時候 你也許應該單純把你的資源 投注在英文就好了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有一些起跑點比別人高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 可以對於自己旁邊的人 都會更有貢獻 所以到底你的strength 你的優勢 你的天賦在哪邊 假設可以在越早的時候了解 就是越好 像我這樣有一個很深的 這樣的一個學習是 我一直很羨慕非常會演講的人 像安婷我都覺得超羨慕的 然後我在職場早期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要去點 就是這個技能數 就是很想要把演講這個東西 練得越來越好越來越好 就花了很多時間在上面 可是我後來發現 它不是我的天賦所在 因為我的腦袋會一直跳躍 然後我會一直想到 新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會比較以自我的一個角度 常常會這樣去出發 可是這不代表這些東西不好啊 代表我今天要去想一件事情的解法 我可以有很多的創意的一些解法 然後我可以找出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透過一些工具 評測性格之類 個性的工具 天賦的工具 假設你可以了解 越早了解你是誰 你越可以把你自己的時間跟技能 投注在可能對你的未來 以及對你的組織更有利的一個方向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務實的一個建議 就是我其實覺得假設可以在 有實習的話會是蠻好的 對 就是它的目的不一定是 你要找到你一生的愛 可是也許你可以先找到 你比較喜歡怎麼樣類型的工作 什麼不喜歡什麼樣類型的工作 然後最後一個建議 一定請大家要做 就是假設你對於這個領域 非常有興趣的話 請訂閱色氣流的電子報 謝謝 謝謝 真的啦 真的 謝謝幫我宣傳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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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做球給我 對 要訂閱電子報 我們會再會或再寄給大家 好 謝謝 我們請安婷 好 這問題我如果人生有FAQ的話 應該在我的FAQ的前幾名 然後我個人的觀察發現 這種問題就是我如何找到 最適合或最對或最好的選擇 它出現的密度在越看起來 在台灣的教育體系 越成功的學生的那個 出現程度越高 那我自己的觀察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當然每個人問這個問題的 出發點可能不一樣 但是我常常聽到 問這個問題的人 他背後其實有一種習性跟慣性 是我們甚至不一定覺察到的 是我們在這樣的一個 教育體系裡面 被磨出來的一種習性 就是我什麼樣的 就是我重要的選擇 都是可以去排序的 都有第一志願到最後一個志願 所以我如果可以看出來 哪個第一志願 然後就努力看可不可以 去到達那個第一志願 就是那個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常常被訓練出來的一種思維 可是其實人生沒有第一志願 人生沒有正確答案 人生不是說我們可以用同一把尺 去幫每個選校打分數 然後所以你只要 就是追求那個第一志願就好 我覺得就算是所謂的適合性也是一樣的 我常常聽到這個背後的問題 我害怕犯錯 我害怕失敗 從數據來看台灣的學生 比方說數學的成績 全世界評比都蠻高 可是我們也是全世界最害怕失敗 害怕犯錯的一些學生 我個人覺得最真實的建議就是 你要怎麼樣找到最適合你的 你一定需要犯錯啊 你如果沒有選錯過 你如果沒有犯錯過 你怎麼會知道什麼是最適合你的 如果你碰到一個選項 就認定它是最適合你的 那其實是一種預設 你如果看到一百種選項 知道裡面哪一個是最適合你的 代表那裡面可能有九十九個 是所謂的錯誤或所謂的相對不適 那你要做出選擇的話 你一定要接受犯錯不僅是個常態 它是一個很有價值的過程 就是Fail Fest 你就是你越錯越對 我這樣說好了 就是你越能夠去正向的勇伴你犯錯誤 然後讓它變成是你的養分 我覺得你越快可以接近 那個最適合你的選項 所以我最喜歡的一句話 是一個長輩 以前澳美董事長叫白崇亮 他跟我說 他說人生不是藍圖 人生是拼圖 藍圖的概念 比較像一個建築藍圖 就是你可能畫得很清楚 然後你就按部就班的 把這個藍圖給實踐出來 但是人生通常不是這麼簡單 你就畫出一個藍圖 然後你就按部就班 就可以這樣毫無風險的走下去 人生通常也沒這麼無聊 它會有不一樣的變數在這個裡面 所以如果人生像拼圖的話 拼圖如果你拼過拼圖 最重要的事情是之一 就是你要一直回去看 盒子上面印的那個終極的圖像 那個圖像可能在人生裡面 會解析度越來越高 你會越來越看清楚 你最終想要點出來那個圖像 長什麼樣子 那麼就算你不知道 你拿到下一片拼圖是哪一片 甚至有時候你拼錯了 沒關係你還可以移位子 但是如果你一直努力的去把你盒子上的圖像 看得越來越清楚 那有一天回頭看 你會發現你已經越來越接近 你想要看到那個人生風景 是這一些所謂對的錯的選擇 累積出來叫做這個人生風景 所以我一直很相信人生是這樣的一個拼圖 那最後我真的覺得認識自己是最關鍵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一直講quote會不會符合某種刻板印象 我最近很喜歡另外一本書叫第二座山 第二座山叫David Brooks 這個紐約時報很有名的評論家寫的 他上了一本書叫品格 然後其實我想要用他裡面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來稍微結束一下 就是說他說我們人生通常有兩種做絕境的方式 一種是履歷表式的思維 一種是木制民式的思維 如果你去看的話一個人的履歷表上面寫的東西 跟他的木制民就是他的墓碑上印的東西 通常不太一樣 或是說他在告別式上面大家會怎麼談它 那為什麼呢 因為到那個時候我們會留下來 是真的留得下來的有價值的事情 大家會記得的東西 可是履歷表上面很多可能只是要去證明我們自己的成就 或者是我們當下覺得好像別人需要我們達到的那一個標準 那到底我們做決定的時候我們想的是我們的履歷表 還是我們的木制民那會影響蠻多的 那但是你要寫出那個木制民你需要夠認識你自己 所以我一直相信Being跟Doing是要一致的 Being是說你並不是只是做了一堆事情 可是回過頭來那個Being你是誰 你其實不清楚那你做的事情跟你是誰 你看見你認識你是誰是不是一致的 那當然是一輩子的旅程一輩子的學習 可能要犯錯你才會更認識你自己是誰 但是如果你不認識你是誰 你的Being就永遠跟你的Doing是斷裂的 那到某一個程度你就已經不知道你是在為木制民活 還是在為履歷表活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我覺得最後就是認識你自己 那your life will be your message 那你的人生就會是你的最後留下來的訊息 這樣子 好 謝謝安婷很棒的分享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真的三位講者都講了非常多 就是這個整個歷史代想要跟他溝通的概念 那其實也很巧就是其實天涯雜誌最近有在做 就是對於青年人才未來在職業上選的這些 那所以就是他們也有發現了可能歷史代這個策展 就有來採訪 那他們就問我說請問你做這個歷史代策展 是想要讓更多人投入這個領域 這個是你的最終目標嗎 那我就是有跟他說 其實我覺得最終目標是 現在在台下或在線上聽演講的青年朋友 在二三十年後都會變成是社會上的中流砥柱 手上可能會有一些資源 有些人會成為爸媽 我就是早些年的時候大家都是問我說 那個如果時間回到比如說八年前你會創立社氣流嗎 現在被問到的問題都是 為什麼要等二十年 蛤 為什麼要等二十年 為什麼要等二十年 我就是拉了一個時間軸比較好想像 對 然後現在被問到問題都是說 如果你女兒跟你說你要創立社氣流 你會支持她嗎 已經就是覺得自己已經老了 已經不會再有人care我那個以前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可能有小時候很深的體悟吧 就是說當下一代在講說 我在考慮我的職涯發展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整個歷史代如果真的是以社群的立場 要給大家一個take away的話 其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更全面跟更完整的在看待 這個所謂影響力職涯跟所謂的公部門 私部門還有社會部門 大家人才這邊的流動 然後不要有帶著過往太多的刻板印象 覺得說就是一定要進到一個賺大錢的公司這些 那我覺得這個是當然現在就在做世代溝通 但是如果我們未來也成為這個就是更資深的 社會上更資深的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希望也許二十年後大家想起說 當我的小孩在考慮這一切的時候 也可以講出也許今天講的講的任何一段 比如說對其實社會部門也需要非常多專業人才的參與啊 或是公部門啊這些這些的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是這個策展一個很大很大的期望 當然我知道也很不容易需要花很多錢才能完成 但是在這個的最後呢 因為我們這已經到就是尾聲的尾聲了 但是在最後最後呢 我其實還是想要邀請三位講者跟在座的朋友們勉勵幾句 所以有兩個 一個是可以分享一個短期大家可以參與的計畫 比如說有些人已經出書了 有些人正在出書有些人即將出書 可以分享一下這個 或者是有些人在招募人才 有些人也在招募人才 還有在幫公部門招募人才 可以分享一個大家短期就可以起身參與的這個 有社會使命的運動 那再來就是也給大家一句勉勵的話 作為今天這個整個座談的結尾這樣 好嗎 一輪就是一輪要講完上面兩個點這樣 好嗎 好那最後還是請一秒準備好的 歐瑞先開始 那個我剛剛講那個公部門裡面就是 常人文官是最創新的喔 我就看到那個Betty 就是我們中氣處的 胡胡副處長一支 這個非常就是感同身受的感覺 因為要知道就是把我惡搞的最多的就是中氣處 從那個我拋棄著作的那個小尚犬以來喔 他們都不用問過我就可以隨便惡搞我 好比像說在三倍券的時候 把我弄在天空裡面遙控大家去弄三倍券喔 或者是就是昨天就在昨天喔 就把我弄成一隻機器貓喔 就是瞄縫喔 這個有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對對對 變成瞄縫 那所以就是可見第一個常人文官是最創新的人 這個一點沒有錯 那第二個就是TTTT大使喔 這個希望大家能夠到3T.ORG.TW 它是一個26週的計畫 有點像我們公部門間隙計畫 但是幫助我們的經濟部門 以及特別是有登陸在社會創新組織的 登陸上面的社會伺野來進行數位轉型的 這樣子一個我覺得蠻不錯的一個計畫 那至於說有什麼這個期許的話 那我們也來一句 quotation喔 那個我剛剛在佳樂府的那個攤位 有看到一句說這個讓不同的存在都能夠好好存在喔 那但是就是其實沒有英文翻譯 它的那個英文翻譯 其實不是翻譯 是一句並列叫Sustainability through Diversity 這個當然很好 今天Diversity 但是我就有一點就是大家知道 我翻譯是我的興趣嘛 所以讓不同的存在都能好好存在 那我想我們就是 就像胡瑩剛講的木志銘 就是讓我們登陸的時候的世界 我們看到的是這樣 但是登出的時候的世界 要比登陸的時候好 所以就是 The well-being for every being 謝謝大家 好謝謝 那我們請Paris看起來準備好了 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說 假設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喜歡的答案 就可以考慮自己去創造 這是11月26號 綠藤要出的新書的一個付票 所以可以請大家 就是假設 11月26號可以注意一下綠藤的新書 那裡面 你會看到綠藤有多物資 就是說你會看到我們大部分原先的計畫 其實很多都沒有實現 可是反而是一些我們相信的東西 然後努力去做的事情 反而是發出了啞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假設大家等一下會逛一下攤位的話 可以到綠藤的櫃位去掃一下有一個QR Code 那裡面有提到 裡面那個QR Code裡面就是 有在會講綠藤對於工作的一些看法 然後跟我剛才講說有些如何找到自己 然後以及就是說 假設你要找一份工作 你可能怎麼樣去做公司的研究 以及怎麼樣去避免不應該犯的一些問題 那邊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建議 然後還是非常非常高興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很希望大家就是 命約色氣流 謝謝 謝謝 這個感覺我好像有塞錢給你 其實沒有的 但謝謝報告大廣告 好 那我們最後請安婷 我剛剛又意識不差 壓軸的壓力有夠大 所以 那工商時間其實剛剛已經不小心都提過了 包括說其實TFT本質上就是一個人才基地 所以如果召喚你的一個議題 或是你好奇的議題是教育的話 歡迎大家有沒有也有攤位 就是不管你是已經可以去報名兩年計劃 大學畢業是最低的限制 所以就是你就可以去看兩年計劃的一些資訊 會一路招募到明年的三月四月這樣子 那如果你還沒有大學畢業的話 你可以先我們有類似實習計劃 半年學期的那個志工計劃 也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program 所以是歡迎大家就是 作為一個人才就走進來吧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要稍微總結今天的話就是 因為Harris剛剛把我本來想講的講奏 就認識自己 因為我最近先echo 我的點在講我真正的點 echo的點是說 我最近發現我自己旅遊習慣改變很多 在古早時候沒有那個google map的這個時候 我不知道大漠過那個時候 像我在歐洲時期的時候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你頂多拿一個紙本的一個旅遊書 可是很多時候你就是要拿著一個地圖 然後你自己去畫說我想要去這邊 然後我喜歡的餐廳在這邊 然後甚至頂多你會傳成這個地圖給你的朋友或什麼 可是那個地圖是 某種程度你參考不同的資料 在自己的經驗裡面去累積出來屬於你自己的地圖 反而在那個時候不會有太多的資訊評價 去干擾你做的決定 那所以我有時候發現我旅遊習慣變了 因為我現在旅遊的時候 我會很害怕吃到雷的餐廳 因為覺得我已經看所有的評價 然後確保我做的那個餐廳選擇是最好的 可是有的時候也失去了那個旅遊的樂趣 因為就是我都是看別人的評價做選擇的 我不是在就是 就算我碰到一個雷的餐廳 它也是我自己摸索探索迷路的一個過程 然後建立屬於自己的地圖 所以我很Echo說我覺得尤其是在 資訊這麼多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應該關掉那些別人的評價跟資訊 就畫一個屬於自己的地圖 就算錯了也是自己的一個很棒的累積這樣 所以就畫自己的地圖 那既然你把我講完了 我最後一個講的就是 還是我很喜歡David Brooks 就是剛剛那個評論家講的一句話 他說 The purpose of life is not to find yourself is to lose yourself 如果中文講話說 人生的目的不是找到你自己 是失去你自己 這也有點吊詭的一句話 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去看 真的尤其是越接近人生的終點 就是後段的人 他誰會很滿足 通常不是只是他自己被發展得很好 他自己有很多成就的人 真的可以越來越滿足的人 其實是找到一個大於他自己的一個呼喚 然後他在這個裡面甚至可以忘記他 忘我 作為中文這個詞很好 忘我 忘記你自己 你可以在這個裡面忘記你自己 參與在什麼 你光是參與在這個裡面 就是最大的滿足感來源 所以如果在一個 就是這麼可以以自我為中心的世代 我們各式各樣的工具 可以允許我們 是為自己去著想就好 可是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大於我們自己的 或一個或者很多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呼喚 一個呼召 一個呼召 在那裡邊我們可以 失去自己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人生也都會更滿足 不管他在哪一個部門 這樣子 對 所以 就是我的總結 好 謝謝三位講的很棒的分享 那這邊就是 非常的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 那也邀請大家跟我在一起 用熱力的掌聲 謝謝我們今天的三位講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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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